这也是今天节目 要介绍的一家 圆满自己 也圆满客户的 保险经纪人公司 认识他们这么多年来 一直的给我的感觉 就像一走进他们的办公室 就感受到那一股热情 就蜂拥而上 这是我对他们的感觉 保险经纪人是依据客户需求 为客户寻求最适合的商品 这家公司可说是 最能落实保险经纪人定位的 一家公司 来到经纪人之后 对我来说最大的改变 是能够给客户的工具 越来越多远 那我可以更加的持平 而且客观的 给予客户他真正想要的规划 Layshan是一位 Manualize的价格企业 但他们比较多 跟企业或企业 他们是一家 他们是专门的 帮助客户 成为贡献的目标 他们是一个很厉害 能够帮助客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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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台湾民众的平均 保额大概只有六十五万左右 那这个对于一个家庭的责任来讲 其实是很明显的严重的不足 所以我们很希望 能借由我们所有的 业务同仁的力量 能够把这个观念 带给我们的所有的客户 朋友跟家人们 然后在我们追求财富增长 跟财富自由的这个过程当中 能够做好我们的保障 成立于1990年的团队 二十年来一直秉持 为客户提供最佳的 金融保险服务 但当看到金融保险的 未来趋势 公司做了一个 震惊业界的重大决定 转型成立保险经纪人公司 所以我们在2010年 就带领了这个磊三 转型成为磊三保险经纪人 已经两年了 非常非常开心的 是我们为社会确实提供了 非常好的一个评价 然后提供了非常好的商品 我们的客户也非常满意 我们的服务 然后我们的伙伴 三倍于过去的业绩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决定 它有一个理念 让AVN真的能够提供给客户 最好的一个服务 那由做一个经纪人公司来讲 它就比较有这个机会来发挥 在首席购问李嘉荣的带领下 公司投入资源 善进企业社会责任 积极投身慈善公益 最重要是这个团队的爱情 让我们的孩子 他们只要一到 我们的孩子满满的充满满的被爱 满满的非常温暖的一些 一些人跟人之间的互动 而这些这样的一个感情 是我们这些被隔离在山上的孩子 这些身心障碍的孩子 非常非常不容易得到的 热情活泼有活力的 然后感觉他们的那种活力是那种 远远不绝的 然后不间断的 然后你明明看他们可能就是 停下来的时候都很安静 然后都没有任何的声音 可是当他们就是 在活动进行当中啊 需要有那种热情的鼓掌 或是欢呼的时候 他们永远都是最大声的那一句 从客户的需求出发训练 打造出完整的教育平台 为专业服务内容打下稳固地基 也吸引更多人才 加入公司团队共创未来 百分百teamwork的团队 那怎么说呢 我们就是那种很标准 可以为个人力量小 为团队力量大 那我们每次输出一个目标的时候 就是团队就会去往这个目标买进 因为透过累三这么优秀的一个平台 可以让所有伙伴呢 有一个丰富的学习 以及发挥的一个舞台 在这个我们分行里面所有的成员 大部分是来自于我们 本来在寿险业里面的经验 那每一个人都有他很成功的经验 那因为我们了解到累三的文化 还有他的整个平台的特质非常棒 所以我们就转型到这个地方来 专业服务之外 公司以圆满人生作为企业的核心价值 追求家庭美满 事业精进 良师益勇 身体健康 在达到团队目标的同时 我们也一直告诉我们的伙伴 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的信念跟价值观 就是我们期待营造一个是 叫做尽力工作 精彩生活的一个工作的环境 以专业人文关怀为企业核心 上下一心的结果 公司成立一年便创保经业记录一举 夺下号称保险界奥斯卡的保险兴旺爱奖的四大奖项 业绩方面 每六位伙伴就有一位获得MDRT和IDA国际奖项 外来公司也将以成为保险业的典范为目标而努力 有情有义有价值 高效能的快乐团队 我们希望为社会不只是创造业绩的一个团队 同时是为社会能够奉献价值的团队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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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